上集说道 老逼灯看我车不顺眼 竟把我的车划了个乱七八糟 我上门理论还被骂 哼 老逼灯 你不是觉得我那辆车不好吗 这次我换了台贵的 我看你在赶划 我让你倾家荡产 我把这台超跑停到车位之后 一下就围过来好多人 还有拿手机拍照的 我则趁着人群的掩护下 在旁边偷偷安了个小摄像头 方便我用手机看监控 当然 老灯也出来了 我看他气得鼻子都歪了 你个臭小子 故意跟老子做对事吧 划你一台车不长记性 还敢换一台 大爷 你不是说我那个车便宜 你就算划了也白划吗 我今天换了台贵的 我劝你最好别动歪脑筋 要不然真能让你进去吃窝头 哦 对了 我忘了 你也只敢划便宜的车 这种豪车你不敢 本来老灯就感觉在大妈面前很没面子 现在又让我一顿讥讽 愤怒已经冲昏了他的大脑 哼 小崽子 你以为开个鬼火 老子就不敢划你了 你给我等着 老子有的是办法 嗯 我等着呢 我一直在暗中观察 到了晚上 老灯终于忍耐不住 要动手了 不愧是个多年的老渣子 反侦查意识还是有的 这次不但做了点伪装 行动前还把小区摄像头给砸了 哈哈哈哈 小逼崽子 你以为小区有监控 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吗 没想到吧 老子有板砖 上次已经告诉你了 再敢停车就给你砸了 你小子还敢开辆鬼火来挑衅我 你拿老子的话当放屁呢 老灯说着就掏出四十米的螺丝刀 在我的跑车上疯狂的操练起来 不得不说老灯的体力是真好 滑到没地方滑了之后 老灯又抄起板砖 对着前掌风就砸了下去 然后就满意的回家睡觉了 嗯 老东西干得不错 他肯定还不知道 这大聪明的行为 已经被我全都拍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 我整理好拍下的视频证据 然后叫来大光 我的天啊 金条 你这是得罪了什么人啊 怎么把车滑成这样了 呵呵 你不是想免费修车吗 这不就来了 你看这车修好要多少钱啊 估计得大几十万吧 超跑这东西 零整比太高了 可能修两次车 就能顶上买台新车的钱了 而且还得返回原产国维修 加上来回运费 估计要一百万了 那还不如直接把这车卖给他呢 你这车多少钱收的 二百八十万啊 那你想卖多少钱 卖三百八十万 少一分我都让他进去采缝纫机 我靠 一下挣一百万啊 你也太黑了吧 废话 我是谁 我是二手车贩子 我挣的就是这个钱 你知道什么是二手车贩子吗 我告诉你 今天别说是这老东西了 就算我老丈人来了 我也得挣他两万块钱 还是你们车贩子狠啊 我心里大概有了底 然后就直接去了派出所 你好警察叔叔 我的车被划了 我要报案 这种事你打交警122 或者找保险公司就行 我的车是停在车位里 被人故意划的 所以这应该算是 故意毁坏财物 你能确定是别人划的吗 确定我都拍下来了 是这样 故意毁坏财物 如果金额在2000元以内 一般就是调解一下 你看你能联系到他吗 直接叫他来派出所 警察叔叔 2000应该不太够 我那是辆蓝宝奸尼超跑 当年落地500多万的 什么500多万 真没想到 我这辈子还能接到 这么大的案子 先生你这边有视频证据是吧 那我们现在就去抓捕嫌疑人 对方人多吗 需要出动特警配合吗 啊不用不用 就是一个老头 他已经划了我两台车了 上次划的我那辆车很便宜 他仗着够不成拘留 我找他理论还对我破口大骂 嚣张得很 没想到这次 他又把我这台超跑滑了 真是不可理喻 我要求赶紧传唤他 我的诉求是必须给我把车修好 并且赔偿车辆的折旧损失 或者他也可以直接把车买了 要不然的话 我就让他进去啃着窝头踩缝纫机 朋友酒驾怒撞一排豪车 保险公司连夜庆祝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 现场可以说十分震撼 上周末大坤来找我 大坤我俩是同学 但是毕业之后很少联系 因为我们亚根不是一路人 他这人有点吊儿浪当的 喜欢结交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平时跟他们出去评个市 看个场子啥的 而且他们这帮人最喜欢喝酒了 一场二场三四场的 每天都喝得不省人事 大坤好久不见 有事吗 金条我有点急 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我今天约了个网友 想开你的车撑个场面 快把钥匙给我 我靠平时都不怎么联系 这一来就要借车 大坤见我质疑 马上又说 金条 咱们多少年的兄弟 你可得帮我啊 我平时总跟他吹 今天可不能丢了面子 你之前不是说你没有驾照吗 现在考下来了吗 我跟你说金条 这个驾照 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驾驶技术 我虽然没有驾照 但我开车这么多年 啥事也没有啊 你没驾照 我是肯定不会借给你车的 我这样也是为你的安全负责 而且我今天还有事 也需要用车 我说金条 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 借个车都不给面子吗 这可关乎我下半身的幸福 真是遇到失了才能看清一个人 行 算我看错你了 以后别说我是你朋友 说完大坤 头也不回的走了 呵呵 我看是关乎你今天下半身的幸福吧 真不是我心疼车不够意思 而是借车风险实在太大了 没有把握的人 千万不能随便借 对对对对 为他好 更是为自己好 大坤走了大概一小时候 我看到他发了个朋友圈 是一张自拍 背景好像是一台宝马 配文是有些小人 根本不配做我大坤的朋友 呵呵 这明显是说给我看的 看来大坤这是借到车了 好吧 不管怎样 我还是希望大坤能平平安安的 到了晚上 我正刷手机呢 突然二狗给我打电话 喂 二狗啊 怎么了 金条 你听说了吗 大坤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晚上出去喝酒 开车出车祸 原来大坤开车接到网友之后 直接就把他拉到了饭店 想把小姐姐灌多 但是没想到这小姐姐比他还能喝 把大坤喝得五迷三道的 然后接了个电话就要打车走 大坤眼看着到嘴的羔羊要跑 哪肯放过 开车就在后边追 丝毫不管自己已经喝多了 但是没想到 没追多远 突然看到前面 有交警社卡查酒驾 大坤虽然喝多了 但是脑子还算清醒 一脚刹车直接刹停 赶在交警发现之前 一个飘移掉头 竟只开进了一个地下停车场 但是没想到 这次油门给太大了 大坤的酒气一下扭上了头 之后的是 他就啥都不知道了 直到接到报警 警察叔叔赶到现场之后 大坤还一直踩着油门呢 车子死死顶着前面的车 轮胎发出刺耳的咆哮 警察叔叔把他拽出来之后 他还躺在地上呼呼大睡呢 但是事故现场可以说是十分惨烈了 这个停车场简直毫无人性 停满了各种豪车超跑 大坤刚才冲进来之后 直接就撞上了一台法拉利 但是由于车速太快 根本停不下来 于是后面一台车都跟着糟了秧 参与这次车祸的依次游 法拉利 宝石捷 兰博基尼 宾利 劳斯莱斯 幸亏劳斯莱斯墩位扎实 这才没有撞到最后面 价值三千万的布加迪威龙 突然感觉这辆宝马 在这里是这么的不自量力 初步估计这些豪车的维修总费用 高达五百万以上 这还不包括折旧费 事故责任没有争议 肯定是我躺在地上的好朋友权责 而且酒驾保险公司是一毛不赔的 一下背了五百多万的债 估计这是大坤税的最后一个好叫了 借车给他的车主 这车主心事真大 不知道现在哭没哭 之后我听说他城堡的那家保险公司 开香槟才庆祝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车主跟阿坤谁的责任更大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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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邻居竟在楼道打扑克 跟我道你们还嫩着呢 我是个做动画的正经的那种 这是我目前的经济来源 可以说我就是靠各位铁粉喂饭吃的 你能给我个三连 我今天就能加个鸡腿 当然安静舒适的创作环境 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我的邻居张大爷显然不这样想 他有点太闹腾了 也许是退休金给了他充足的动力 这大爷的经历比小伙子都好 每天早上都跑去公园跟大妈跳舞 要不然就在小区楼下唱歌 说真的 每被十个老太太甩过都唱不出他这个感觉 而且他每天下午都会跟几个大爷在楼道里打牌下象棋 别问我为啥在楼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们声音特别大 我在屋里做动画 外边一个飞机的炸弹的炸弹 炸弹了一点思路都没有 他们不光扰民 抽烟也是个大问题 一点不夸张 这帮老烟民真的是一根接一根的 弄的楼道里全都是烟味 顺着门缝就往屋里钻 有天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去找他们 一开门 然后这烟雾缭绕的 这帮人也不怕把自己呛死 我拨开层层烟雾 把张大爷叫出来 张大爷 我说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打牌啊 这是楼道 你们这样吵得我没法工作了 小伙子 我们在楼道打牌怎么了 这楼道可是公共空间 是 楼道是公共空间 但是你们这样 扰民啊 怎么扰民了 你看除了你 还有谁说我们扰民 大爷 今天是工作日 人家都去上班了 当然没人说你们 那我不管 反正我们占的是公共空间 公摊费我们都交了 我们当然可以用 你要闲吵你出去 年纪轻轻的哪那么多事啊你 行 大爷 这可你说的 那以后可就别怪我了 我说的 怎么了 你还想打我啊 小兔崽子 眼看跟他聊不下去了 我赶紧摔门回龙 这冲突可不能升级 要不然更麻烦了 你说我要是打了他 不但要赔钱居留 最重要的是丢人了 往金条打老头 这传出去太难听了 而且反过来 我要是被老头打了 那传出去就更难听了 我可丢不起这人 我已经想好 怎么对付他们了 第二天 我从杂货间里 又把我那低音炮拿出来了 没错 今天又是他的主场 我下载好嗨曲 把房门打开 低音炮就放在门口椅子上 等外边打牌的大爷们 各就各位了 我一按开关 我跑 一例大爷的假发 差点给震掉 还有一大爷捂着胸口 心脏病 差点给吓出来 他们看我开着门放嗨曲 肯定是故意的 气得我隔壁 大爷一脚把门给我踹上了 但是这种低音 穿透力太强 关门也不仅是 震的头皮都发麻 然后我又故意 把门打开了 对不起啊大爷 开不起空调了 我开门凉快凉快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你个小兔崽子 逞心捣乱是吧 赶紧把音响关了 刚才差点把老流头的魂吓没了 大爷 我在自己家听音乐怎么了 废话 你说怎么了 你这太扰民了 没事 现在邻居都去上班了 再说我是在自己家里放音乐 又不是在公共场所 行你们在楼道打牌 不行我在家听音乐吗 说完 我头也不回就进屋了 把张大爷气得鼻子都歪了 虽然这低音炮对我来说也很烦 但是长痛不如短痛 我如果现在不把他们赶走 那以后我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大爷看我不好拿念 准备给我来应的 先是在门口砸了我几下门 大声呵斥我赶紧关了 我在屋里回应他 大爷 你们玩你们的 不用管我 我不嫌废电 把老头气的眉毛都快炸了 行 小逼崽子 你不关 老子给你砸了他 然后直接进到我屋里 举起低音炮 去往地上砸 你别说 我这低音炮 质量还挺好 他砸了好几下 又踩了好几脚 这才不出声了 然后还恶狠狠的冲我喊 小子 我让你给我狂 以后你再敢给我捣乱 我把你家都给你砸了 然后就摔门而去 呵呵 不用了 这一次就够你喝一壶了 我已经把他撕闯 我房间打砸的经过都拍下来了 直接我就报了警 到他寻衅滋事 扰乱社会治安 进我家里打砸 幸亏他没把低音炮拿出去 要不然 我直接告入是抢劫了 小样 我还治不了你 等警察到了 了解情况后 把我们带到了锁里 一开始大爷还骂骂咧咧的 后来警察给大爷说 他已经违法 并且有可能会拘留之后 他这才知道害怕了 但是 这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还要给他一点心理攻势 我说大爷 你想想 这些人为啥 飞来你这打牌 是因为他们怕得罪自己的邻居 现在你为了他们 导致咱邻居之间闹矛盾 你觉得知道吗 而且现在出事了 那些人跑得一个比一个快 现在坏人你当了 橘子你也尽了 他们会有人同情你吗 大爷被我这一番话 说得热泪盈眶 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一样 一下就拿我当成了兄弟 拉着我的手才道歉呢 并且说一定赔偿我的损失 只要不拘留就行 其实邻里之间都是一些小摩擦 有时候多为别人想一点 就能避免很多矛盾 但是 如果矛盾不能直接解决 那就试着换个方向 曲线救国 我是王金桥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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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熊孩子开挖掘机出事故 不但把亲爹送进去采缝刃机 还要赔偿680万 大熊从小就对机械类的东西感兴趣 家里的冰箱电视洗衣机 就没有逃过他独手的 但是 他的兴趣 不限于拆 装饰不可能装上的 所以大熊从小就跟收费品的张大爷 建立了长期的商业合作 但是熊爸熊妈从小就问他 不敢说话 也不敢打不敢骂 慢慢的 大熊胆子就越来越大 随着年龄的增长 14岁的大熊 迷上了挖掘机这样的大型机械 而且熊爸就是开挖掘机的 有时出去工作也带着大熊 不得不说 这小子在这方面确实有一定天赋 比蓝翔毕业的熊爸学的快多了 看了两次就会操作 熊爸觉得自己儿子太聪明了 但他没有想过 大熊还小 而且没有操作症 这样动大型机械是非常危险的 前段时间 熊爸出去干活 这次工地离家不远 就在他们家后边一片空地上 大熊放学就去找熊爸完了 因为熊爸活干的比较快 为了脱工期 他就停下来到一边玩手机了 大熊一看 正好可以练手 于是爬上挖掘地 就开始操作 熊爸看了一眼也没管 完全之安全于不顾 任由孩子瞎玩 但他不知道 他的宝贝儿子 即将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大熊是会操作了 但他不懂的知识还有很多 比如 在旁边立着的这块白色石碑 他可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甚至他还觉得这石碑碍事 一砍下去 就给他露平了 然后就向下挖 大熊越来越熟练 挖得也越来越快 可正在这时 不知道怎么回事 头顶上突然开过来几架直升机 看样子 好像还是军用的 熊爸也不知道咋回事 就给老板打电话 喂老板 咱这是什么国防工程吗 不是啊 就是挖几个鱼塘而已 怎么了 好奇怪啊 怎么来了几架直升机啊 我操 大哥 你他妈赶紧看看 你是不是挖坏了什么东西 这时熊爸赶紧跑过去 一看熊大挖的坑里 有一段花花绿绿的电缆 再一看旁边 国防光缆的警示牌 已经被扔到了一边 老板 你猜我挖到啥呢 你往大了猜 我操 谁他妈是你老板 我认识你吗 我已经订了去非洲的机票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老板把电话一扔 赶紧跑路了 这时直升机已经降落 下来几个大兵 熊爸健壮 赶紧把大熊揪了下来 这是你们挖的吗 你们好大的胆子 这可是一级国防光缆 你战博正在进行演习 突然就趴到没戏号了 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吗 你陪我等着 然后向后边一招手 来人 赶紧修复 快 说着后边跑来两个维修人员 立即展开了抢修工作 熊爸哪见过这阵仗 吓得说话都哆嗦 那 那个 长官 你看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没什么事 我们就走了 站住 你当我跟你闹着玩呢 你挖断的是一级国防光缆 你现在已经犯了过失损坏军事通信 你知道吗 还有 你现在打开苗表 看要花你多少钱 罚钱就罚钱 看苗表干啥 因为光缆的维修费用 和阻断通信造成的损失 都是要你赔的 这些赔偿 是按秒算的 熊爸一听 吓得嘴都合不上了 抄起棍子 大熊就打 拦都拦不住 估计大熊这辈子也忘不了 这个石碑是干啥的了 熊爸的老板连夜买的飞机挂破 但是刚到机场 就被刮了回来 最后被判三年小黑屋 熊爸也被判了一年 这还不算完 修复光缆总用时 两百三十五分钟 其中维修费用是十六万七千 阻断通信造成的损失 是六百六十五万 合计赔偿是六百八十多万 平均每秒四百八 老板 钱数没错 我都计时了 我多机灵啊 你他妈离我远点 我嫌你会进 大家以后看到这种警示牌 也都夺远点 手养的 先看一看自己的钱包 能扛几秒 反正我是扛不过三秒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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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年轻人嚣张跋扈 最后知道老爷子身份 吓到跪地求饶 一天朋友约我出去唱歌 竟然一个妹子都没有 气得我扭头就走 电梯下行 在六楼上来一位老大爷 神色慌张 看起来很着急 手一直按着关门键 一看没人就赶紧点关门 这栋楼从三层到七层 全都是KTV 很奇怪一个老人来这地方干嘛 而且慌里慌张的 电梯转眼到了三层 门打开 大爷一看没人 就赶紧按关门 我忙说 等着大爷 有人上 这时候大爷就赶紧按了开门键 其实这也不怪他 因为外边的人站在电梯一侧 他那个角度确实看不见 但是这门一关 就把要进门 那人的头给挤了一下 这大哥满身酒气 头又被门挤了 顺时气得满脸疯疯 进电梯上去 处得大爷只要一口 往后退了四五步 这一下很重 大爷直接贴到了墙上 如果没有墙挡着 这大爷最少栽俩跟头 你个老逼得 你他妈瞎了 小伙子 真不好意思 我有点急事 你站在一边 我没看见 你他妈急着去投胎吗 说着这大哥 又给了大爷一巴掌 用不用老子送你一段 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大爷确实挺无辜的 我说大哥 这老爷子确实没看见你 而且他也急事按了开门 你看你也没啥事 老爷子都这么大岁数了 算了吧 没你是你别说话 给老子夺远点 当心见你一连血 说话间 电梯到了一楼 门一开 我赶紧拉着大哥往外走 跟大哥说 这点小事直不当的 出来玩 要的是开心 大哥毕竟喝多了 被我连推带嗓的 总算是出了电梯 大爷也一直说着对不起 胆战心惊的靠在一边 想等这对汉走了 自己再走 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 但我没想到 大哥走着走着 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突然又转了回去 大爷都没反应过来 人家就被掐住了脖子 一边骂一边拉扯着 大爷往墙 可把大爷吓坏了 这大哥要是借着酒精针动手 估计大爷能让他拆了 我赶紧上前制止 大哥你跟老人生啥气 这么大岁数 碰一下就不得了 老人怎么了 我打的就是老人 老子赔得起 你赶紧滚蛋 再废话 我连你一起收拾 如果被大哥越说越来劲 扭头又给了大爷两巴掌 不管大爷怎么挣扎 也摆脱不了掐着脖子的大手 把我气得也够呛 我说你再不放手 我报警了 话还没说完 只见电梯门慢慢打开 冲出来三个人 溺水的黑西服 黑皮鞋 黑墨镜 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只听在头的黑衣人 一声怒吼 打的 三人同时冲向打人类大哥 一句废话没有 上去就是一套组合拳 动作干净利落 直接就把大哥打猛逼了 然后一黑衣人 原地跳起 一脚正踢在大哥面门上 大哥瞬间口鼻喷血 幸亏我离得远 要不然 真见我一连血 这时候大哥也醒久了 也不牛逼了 一个劲说 你们打错人了 黑衣人恶狠狠地说 打的就是你 我们老爷子都感动 他发的 今天废了你 说话间 大哥又深入数拳 最后实在招架不住 两眼 翻摊倒在地 三位黑衣人还不罢手 跪着地上 就是一顿猛踹 这时老爷子也缓过来了 赶紧喝止住了 这三位的狗犯 此时在一看地上的大哥 浑身戳满了皮鞋印 脸都没有人形了 躺在地上瘫软得 像个面口袋一样 这大爷严厉地对黑衣人说 你们下手也太重了 平时怎么跟你们讲的 赶紧送医院 这下轮到我们围观人群猛逼了 心里都疑惑 这老爷子是什么身份了 后来听了解这件事的朋友讲 其实那所KTV 就是大爷二儿子开的 电梯都是人家安的 那天二儿子出门了 让大爷过去对账 那天安保看到监控里 老爷子被打了 那可是自己老大的亲爹啊 这立功的机会可太难得了 他们本来伸手就很厉害 现在又跟家了爸夫一样 幸亏当时就下来三个人 要是人多 估计当场就把大哥送走了 对姐气的还不止这些 那天打完之后 三位安保直接就去自首了 然后做了个笔录 就被保了出来 这还不算 人老爷子本来就是位离休干部 大儿子更厉害 市局一把手 这大哥算是一脚踢在钢板上了 不但白挨一顿毒打 还得拿着钱哭着去求老爷子原谅 咱先不说老爷子一家用没用关系 一马归一马 本来打老人就要赔很多钱 这大哥赔老爷子一点毛病都没有 至于这大哥的赔偿 只能去找打他的人要 但那三位安保既然敢去自首 说明人家傻也不怕 要不是老爷子心善不跟他计较 估计这大哥现在已经背景离乡去外地生活了 所以说在外面千万不要装逼 你真不知道你对面究竟是什么底细 我是王金桥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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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谁他妈欺负我闺女了 不想活了吧 老李今年五十多 跟八十岁的老娘相依为命 平时他说话很少 没有读过几天学的他 靠在路边修自行车为生 虽然收入微薄 但也够混个温饱了 本就生活在最底层 但老李也见不得别人受苦 有时有老人来修车 他还总是白帮忙 人们都劝老李不要太老实 现在这人们心眼多得很 老李听了就是傻乐 也不答话 有一天老李正在给人修车 就在这时 一辆豪车加速向老李摊位出来 虽然及时踩了刹车 但还是撞倒了一辆再修的自行车 把老李也吓了一跳 这时车上下来一位小姑娘 看年纪也就二十出头 老李见车上下来人了 以为是来赔礼道歉的 就赢了上去 还关切的问 小姑娘你没事吧 可让老李没想到的是 这小姑娘不仅不灵她的情 还大骂老李 你怎么这么不长眼 谁让你在这摆摊了 耽误姑奶奶起飞了 你知道吗 老李一看 这小姑娘应该是喝大了 这可是酒后驾驶啊 太危险了 但老实巴交的老李 关心的还是对方 小姑娘 你是不是喝酒了 快给家里打个电话来接你吧 谁喝酒了 你是不是想趁我 打电话的时候跑了啊 我告诉你 你把我的车给刮了 你今天必须得赔我钱 知道吗 要不然姑奶奶我饶不了你 这可把老李吓了一跳 姑娘 你喝蒙穴了吧 吃你高菜气肥死杯 把我车的自行车给抓了 行了行了 看你还笑酒不耿你计较了 以后开车可不要喝酒了啊 走吧走吧 老实的老李 本来想认个倒霉算了 可没想到 这小姑娘还不干了 对着老李就破口大骂 骂得实在是太脏了 五十岁的老李 都听不下去了 老李心想 惹不起躲得起 不跟酒鬼一般见识 但是没想到 他一转身 后边的小姑娘 却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 然后就开始推丧老李 一边骂 一边让老李赔钱 老李现在心里实在是憋屈 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自己是个粗人 推两下 倒也没啥事 但是 这作死的小姑娘 这时却看到 他推老李的时候 因为老李身上有油污 把自己的衣服给弄脏了 气得他又是大叫一声 你 你把我衣服弄脏了 这可是我新来的 你赔我衣服 此时的老李都快气笑了 心想这丫头这是穷疯了吧 可他还没说话 小姑娘又继续嚷道 我这衣服可是铺钱货 老贵了 我看你也没啥钱 就给我三千好了 此时旁边已经聚集了一些围观的路人 纷纷指责小姑娘太过分了 但这小姑娘气势太嚣张 谁说话就骂谁 老李现在也后悔 当时不该跟他搭话 本来家里条件就不好 老母亲之前生病 去医院的钱都是借的 现在这一件衣服 够他趴着跪着 修车半年多了 但这小姑娘 显然没有打算放过他 只这老李就骂 他妈的你今天要是不陪我衣服 从今以后 我让你从这条街上消失 说着还拿出手机 假装受了多大委屈一样的 在电话里说自己被人欺负了 就在小区外边 让人们赶紧过来 老李这时也有点慌 他没想到事情竟然会闹成这样 看对方的条件 自己肯定惹不起 于是就跟小姑娘说好话 并且说衣服给他拿去干洗 谁要你洗 看你这脏脏歪歪的 你碰脏了我的衣服 你就得赔我钱 不过 我看你这穷酸药也没啥钱 要不你给本姑奶奶 跪下磕撒想头 今天就饶了你 老李一听这 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 再怎么说 老李也是一条汉子 迫于生活 在街头摆摊他认了 但是今天被这小姑娘当众羞辱 他脸上实在是挂不住 要论岁数 他比小姑娘的爹都大了 喂 我说你别给脸不要了 要磕头赶紧的 要不然一会儿我搬来了 你就要死定了 话还没说完 这小姑娘的爸妈已经到了 原来他们就住在旁边的贵族小区里 到这就几步路的是 谁他妈欺负我闺女了 不想活了吧 还有谁 熊孩子不听管教 竟用激光笔照飞机 最后卖房赔偿了三百多万 最近几天晚上 我发现总是有人用激光笔往我房间里照 虽然不能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这种被人打扰的感觉还是很不爽的 总感觉有人在用酒吧可以瞄我 一不留神就会被爆头 有一天我下楼散步 有几个熊孩子在楼下打闹 一个拿着金箍棒 一个拿着玩具枪 另一个拿的正是激光笔 一开始拿玩具枪的熊孩子好像是在练枪法 他在墙上绑了好多气球 然后站在远处把气球一个个打破 但是后来拿激光笔的大熊就过来捣乱了 他的激光笔打气球可比玩具枪快多了 光线一扫过气球直接整排爆掉 这可把小伙伴们惊呆了 大聪明心想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看着他们一个个羡慕的神情 大熊满脸的傲娇 说着还用激光笔往大聪明脸上照 我看到了赶紧过去提醒他 不要用激光笔照眼睛 会把眼睛弄瞎的 结果大熊怪我多管闲事 你是谁啊 我们在这边玩 你管得着吗 乱里巴说的真烦 激光笔我天天玩 用得着你叫老子吗 但是熊爸看到我们在吵 也走了过来 歪歪歪 我说你 你是干嘛的 老爸 这个胖子想抢我的激光笔 还骂我们 说着说着眼泪都快挤出来了 卧槽 熊孩子的演技也太他妈好了吧 我赶紧解释 大哥别误会自己人 我就是告诉他们激光笔太危险了 不能对着人照 你别说了 我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的小手电危险什么 我们都玩了好长时间了 说着熊孩子还用激光笔 在自己脸上乱照 以此来证明激光笔的安全性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简直就是在玩火自焚 大哥 这东西只能中午玩 只能中午玩 为啥 我摇了摇头 没理他就走了 看到熊爸撑腰 大熊玩得更肆无忌惮了 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要照一照 很多汽车的轮胎都被他照着冒了烟 熊孩子看着自己的能力如此强大 开心极了 现在身边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他了 他想探索更多的可能 比如激光笔究竟能照多元 于是他把目光看向了夜空 人类对天空的探索有着刻在基因里的着迷 下巧这时空中飞过一架飞机 离小区不远的地方就是飞机场 飞机起落时离地面是比较近的 熊孩子看着闪烁的航行灯 露出了智慧的笑容 他拿起激光笔对准了正在下降的飞机 并且让光线一直跟随飞机的航线 他想在遥远的天空之上 一帮陌生人此时能看到我在地面发射的信号 这实在是太让人兴奋了 那如果这个激光笔再大一点 说不定我还能照到月亮上 天哪我真是个天才 想到这里 他决定研究一下激光笔的结构 于是他拿起激光笔就对准了自己的眼睛 强烈的光线一下射入眼眶 他不知道这股能量有多强大 为了能好好研究激光 他还迫使自己把眼睛睁大 突然他感到眼球一阵刺痛 眼泪也不自觉的往下流 大熊以为是自己睁眼时间太长了 就关了激光笔 想闭眼休息一下 但是他没想到眼睛却越来越疼 好像有一团火在里边烧 眼睛多焦嫩呢 有一点伤害就是钻心的疼啊 疼得熊孩子开始满地打滚 这时熊爸看到赶紧跑了过来 问他怎么回事 大熊已经痛得说不出话了 他赶紧把熊孩子送到了医院 这边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没想到警察也找了过来 你好 我们接到报警 说有人用激光灯照射民航飞机 导致驾驶员眼睛短散失明 差点造成航空事故 我们去你小区调了监控 发现是你家孩子做的 这时医生也过来通知孩子家属 你是孩子家长吗 你们怎么能让孩子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呢 他的眼球被激光灼伤了 并且非常严重 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失明 我建议你先去给孩子买个导盲棍吧 这时警察也说到 你知道用激光照飞机的后果有多严重吗 法律规定 以激光笔照射行驶中的航空器 机动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的行为 是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为害 公共安全罪的 最高是能判死刑 你们明天先去所里做个笔录 然后看法院怎么判吧 熊爸一连收到两个恶号 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 一下也晕死了过去 后来经法院判决 熊孩子监护人罢款320万 再加上给熊孩子治眼睛的医疗费 少说得400万 熊爸只能卖房卖车了 激光笔的威力是非常强的 尤其是那种绿色或者紫色的 千万不要误以为它只是个玩具 一定要有防范意识 才不会像熊孩子一样害人害己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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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我们虽然会有关系人 我们虽然会有关系人